公請 武極遙慈大聖西黃金武 天地開泰 武極聖武 龍華聖會宴遙遙慈 萬靈統預傳教子 諸仙獻壽 烈聖清雙 天威之靈元 救眾生之苦難 灑金露於塵環 大悲大怨 大聖大慈 武極遙慈大聖西黃金武大天尊 時時 遙慈金武 在無極光宗 命彩女董相承先姑公全經然 金武藥 至古吳師 圓圓上人 傳道於目宮 目宮傳道於吳 以後口口相傳 筆記文字而今 天開雲道 好道東臨 願世人祖求名師 參透心性 無如紅塵火宅 多之甚異 出之甚難 若無為力 何能解脫 欲求解脫 先須定位 是慈行大師合掌恭敬 二百武言 願無開方便之門 說解脫之道 眾生之行 則慈行之行也 以時 慈行專者 長跪坐前 敢請宣說不生不滅之道 今武慈顏大月 對慈行大師言 以以大慈心 顯化東討 今以解脫相請 以其靜聽 吳唯宣說 普道修緣定位解脫真經 彼時 天放長光 彩雲擾護 聯學代位 聖沛報空 今武成九奉之年 隔五色之魂 一時三教聖言 虛來勇護 天花繽紛 先樂節奏 於是今武 悲敏東臨兒女 放無極之光 職於光中 而宣說藥 天從無極中開 太極日月三台 日月陰陽混轉 人從陰陽配胎 或為男系為女 皆從無極而來 只為中間一動 暫時落下沉 醉入五族惡勢 貪戀走式器材 因此輪迴旋轉 情波浴海生災 血水周流可問 師孩為脫下沉 師孩為脫堪埃 老母說經至此 何心持淚貧摧 以時持行尊者 合掌恭敬而請約 帝子文武金言 武極寄生太極 兩兒又分三家 萬物由此而生 又伏由此而滅 何不令其不生不滅 以免血流滿地 骨血如山 喜不甚幸 今無藥 太極分判 天地生物之心也 血流滿地 骨血如山 萬物自作之業也 以今問此 但有不生不滅之道 而無不生不滅之理 以時 慈行尊者 長跪坐前 敢請宣說不生不滅之道 今無虎英良久若居 居吾語語道者 反本之用也 萬物皆有本 由本而生之 由之而生業 由業而生花 由花而結果 人與萬物 不同則 而同理也 本立則根生 根生之業謬 本夫則根腦 根腦之業靈 是以修道 故本 故本者何 人以孝帝為本 道以精神為本 孝帝立 而人無愧 精神足 而道可修 修道無他 還全本來面目 還全本來面目 而異 精神從何處散出 還從何處修來 慈行尊者 文武所言 心中大悟 又伏梯手請約 弟子原心 幸蒙展明 道果 敢構慈悲 再是解脫之道 可乎 今無藥 解脫非難 難在定位 身心大定 變身智慧 智慧寄生 解脫逆義 欲明解脫 先除六賊 以不聽聲 目不是色 色不觸污 衣不著物 鼻不妄臭 口不貪食 六賊記空 五韻自明 瘦想行色 如鏡見形 五韻記明 三家會合 精氣與神 長養活潑 上下流通 何難解脫 慈行尊者 文廳武言 心中朗悟 稀守金融 以作中藥 自從無極生太極 或為人是或為物 輪回生死幾千糟 醉落由來難解脫 不惜護本而收身 又如樹枯無枝葉 遙遲老母發慈悲 親家白雲婦背孽 先賢道果合三家 後說智慧須定力 六賊數除五韻空 翻本還原為想著 遙遲代價彩女仙姑重藥 慈行道人大慈悲 至三再四求解脫 何蒙金武說分明 指破天璣真妙缺 大誠至聖興如至世天尊重藥 人以孝帝為根本 度以精神為妙藥 本立而後度自身 成仙成佛憑人作 太上老君掌教天尊重藥 乞如狗病喻良醫 幼如青天燕百賀 拳拳復英朝五毛 三花罪頂能脫賀 釋家謀尼古佛天尊重藥 老母真言不隱秘 居居都市波羅蜜 解脫定偉大功夫 柳宇眾生作周折 眾聖羹眾以筆 老母說經方圓 彩女代位 亂家騰空 時三教聖言 十方諸佛 頂禮恭敬 信秀奉行 流傳此經道世 修緣定位 紅塵兒女 早夜重念 職口應心 心心上朝 老母自派護為神子擁護 身無魔巧 家有平安 國有清太 日念此經 保護安寧 夜念此經 夢裡無驚 行念此經 土地為靈 舟車念此經 旅途保長亨 念念皆清吉 口口盡超聲 遙遲今無普道修緣定位 解脫真經中